教你用三个符号画耳朵 看到真实的照片 我们往往会觉得耳朵的结构简直太复杂了 我来教你怎么分析 你只要观察明和暗的地方就可以了 从耳朵的外侧开始 我们把所有亮的地方用笔画出来 你会发现耳朵的外轮廓呈现一个9的形状 而且每个人的几乎差不多 第一个符号就是9 再看耳朵内部 沿着亮的地方去描线 一个外字形逐渐浮现出来 而且不同的人基本上结构差不多 这是第二个符号Y 最后在耳朵内部有一个波浪形的小山坡 与Y的小尾巴形成连接 这就是第三个符号小山坡 让我们把理论带到实际 要注意的是 你要把刚才的三个符号 画成有厚度的面 顺便说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 耳朵这个器官并不像其他五官一样 那么具有辨识度 所以在你的绘画生涯中 其实学会一个耳朵就够了 你可以把它按在所有人的身上都不违和 这样一个有逻辑分析依据的耳朵就画出来了 你学会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